接着带你来看到今天花莲县议会定期会 县议员迪布斯在进行咨询前 针对此次定期会议开议日 因为县府112年度第一次最佳减预算 在第四次临时会议时无法进入一城一市 意外引爆议长张俊与县议员迪布斯间的激烈口叫 遭送县议会纪律委员会 他表示他是一位在县议会17年第五届的议员 不容许任何人质疑与贬低 并认为县府追加减预算 不应该由议会程序委员会退回县府 这是他的法律顾问团队一致讨论出的结论 说到机动处因为委屈 在议事厅里泪身举下 十二三五花莲县议会定期会 县议员迪布斯在进行咨询前 针对定期会开议日 因为县府112年度 第一次的追加减预算无法进入议程一市 意外引爆与议长张俊之间的激烈口角 而招送议会激烈委员会 他表示在议会十七年五届的议员 不容许任何人质疑与贬低 并表示江湖再走 智囊要有 因为我们最近就是可能都把这个程序会当成这个实质审查的一个单位 其实不是他其实应该审这个他的程序有没有完备而已 因为其实各小组他其实主要是细项来审查 那现在就是说你程序委员会你把审查会的工作拿去做了之后呢 其实各审查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不是代表大会的决议 这是有意义的 10月30号我就是论事认为程序委员会不应该也无权包裹退回提案 第一个我要特别强调 不是针对主任个人 第二个我也没有滥用权力 而且这个是单一事件 若定性为职场霸凌 应该是属于主观感受的问题 最后就像是张俊议长11月1号脸书发文强调 不要转移焦点 我愿意向主任10月30号没有让你完整陈述 你感觉到你不舒服 你感觉到你受委屈 我在这里表达我的歉意 他也表示审府追加减议算 不应该由议会程序委员会退回审府 而这样的看法是由他身后的法律顾问团 一致讨论出来的结论 迪布斯依赖 说到激动处更是因为委屈 在议事厅声泪俱下 我今天早上 朋友送我一串小辣椒 他表达对我的支持 我是小辣椒 在议会讲话 怎么会小声 你们趁我去台北荣总 复诊的时候 开了记者会 我非常的难过 难道 这么多年头议会同仁 不晓得我的为人吗 难道 主席你 不晓得我个性吗 如果主席要我小声 我会试试看 我以后辣椒 少放一点 以后面对 我们议会所有的行政人员 我一点辣椒 我都不会放 记者林杰 花灵市采访报导 没关ному 我是小辣椒 封忍